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的6月17日 欢迎大家收看中国脱口秀 最近大家都熬夜看世界杯 为了不让大家犯困 今天我就先聊一件不正经的事 然后再聊两件正经的事 正经的事是世界杯和中美贸易战 不正经的事我马上就说 很多年前我听了一个段子 当时听过以后就一笑而过 但是今天这个事又把这个段子 又想起来了 我先给大家分享这个段子 这个段子是这么讲的 说有个村支书 把自己的这个貌美如花的儿媳妇 就叫到自己面前 语重心长的对着儿媳妇说 说儿媳妇啊 咱家可是个受党教育多年的正经人家 咱家可不能出那些不正经的事 不要让别人看效果 你千万不能在外边胡来 万一你要在外边胡来染上性病 那可能就麻烦大了 你一染上性病就会被传染给我 我那一被传染 你婆婆肯定也会被传染 那咱们村里还有很多小媳妇家老公 都外出打工了 我是负责照顾他们 他们也都会被传染 最主要的是呢 你婆婆要是被传染了 那乡长肯定就会被传染 乡长要是被传染了 那县长太太就会被传染 那咱们就惹了大事了 咱可不能那么干呀 咱是个正经人家呀 当时呢 我一笑而过 认为这是有人蓄意编造的 今天呢在微信群里呢 可就是收到了一段微信 大家都知道微信啊 是被中国监管的夺言 说明这段呢 绝对是真实的故事 据中国大陆媒体报道 贵州苗族自治州三汇县 落马的副县长叫杨昌明 宜得艾滋病 与杨昌明油染女性 多达三十多人 多名女教师和女公务员 都往医院跑 而这个故事呢 刚刚是头几天啊 据说后面呢 就去查艾滋病的人 多达上千人啊 一时间他们当地疾控中心 人满没患 人手紧张啊 其实呢 跟这个副县长有关系的人呢 我估计最多也就几百人啊 但是别小看这几百人 这几百人 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他们也有丈夫 有情妇 有什么相好的之类的啊 所以呢 有上千人去查 也不足为奇了啊 具体有多少人被感染呢 咱们现在淡且不知道 但是呢 这从侧面印证了 上面这个段子的真实性啊 在现实生活中呢 这个男性贪官多红颜啊 女性贪官也从来自己不缺知己啊 在男性以权谋私 以权谋色的同时呢 这女贪官啊 更善于以色谋权啊 拥权腐败啊 这里边呢 就要说辽宁省府顺市 国土资源局里有一个局长 原局长叫罗亚平的崩溜事迹啊 就成了老百姓 茶余饭后的笑谈啊 呃 他把自己 比自己年轻十岁的下属啊 发展成为情人 然后呢 发展情人还不算完 又拿出一百万了 让情人 去摆平情人的妻子啊 以免后院起火 他又呢 相中了一位区领导啊 一天下班以后呢 这个 呃 罗局长啊 就走进这位领导的办公室 直接就说道啊 今晚你跟我走 我让你发一笔小财啊 带着这位领导啊 就走进了一家豪华的酒店套房啊 然后呢 就直接从包里 哗 甩出五万块钱 放床上 哇 真牛啊 要求这位领导赔一晚上啊 这五万块钱 就是你的了 之后呢 只要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女贪官高兴的 就经常带着各种领导 去酒店开房啊 而这仅仅是 中共官方公布的啊 据网上 关于她的段子说呢 说官方啊 都是为了掩护这个党的形象啊 避重就轻啊 其实她的风流运势 去他们那个地方的监狱 一大厅 没有不知道的啊 这个女领导呢 虽然长得丑啊 但是身体超好啊 对床上的工作 那可是追求多多一善啊 当下属和情人都满足不了她以后呢 她就把魔爪啊 到处伸啊 其中就伸向了一个监狱的狱长啊 后来这个监狱的狱长 也应付不过来了 就给她出了个损招啊 就说呢 你看我们啊 监狱关着二十几个强奸犯啊 个个都强壮啊 八块腹体 个个和公牛一样啊 你要是愿意的话呢 等星期六 我可以把你送进去 让你爽个够 但是有个前提条件 你要是出了事啊 不能怪我啊 哎呦 这女贪官一请 美得三天没睡着觉啊 就等着星期六去爽了啊 哎呦 结果这二十几个精壮的强奸犯 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啊 等狱警打开门 让她回家的时候 哎呦 每到周六啊 早早的就拎着两个大旗箱子 里边装的啥呢 装的都是伟哥 哇塞 烤老牛了 就这样就来了啊 然后到监狱门口就大喊 快开门 放我进去 里边的强奸犯都喊了 快开门 色狼又来了 放我出去 哈哈哈哈 据说这个状态呢 这个当地人都知道啊 最后这位女贪官呢 成为了大陆啊 几位少数不多的 被判处死刑 并被执行的女贪官啊 那好了 讲过这个小笑话以后 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正题啊 世界杯一组首轮第一场 在这个萨玛拉展开较量啊 塞尔维亚 一比零小胜 哥斯达迪加 下半时呢 呃 纳瓦斯 铺出了米托洛维奇单刀啊 这个塞尔维亚队长 科罗拉夫 特任意球破门啊 这是本届世界杯 第三个任意球 已追平了上届世界杯 这个俄罗斯世界杯呢 开赛至今 今天呢 爆出最大的冷门啊 在F组的比赛中呢 未免德国 未免冠军德国队 以0比1 赋予了墨西哥啊 从世界杯历史的数据来看啊 输掉小组 首场比赛的球队 出现概率 基本上仅为7% 嗯 万万没想到 冰强马壮 这个实力超群的德国队 在第一场比赛以后呢 就遭遇了滑铁路啊 他们全场猛攻墨西哥 却没有得到一个进球 相反呢 上半场被墨西哥呢 快速反击打成啊 要不是墨西哥队 反击机会把握的欠佳啊 他们还有可能机会 取得更多的进球 德国队呢 也有扳平的机会啊 但运气呢 始终没有站在 未免冠军这一边 托尼克罗斯与布兰特 先后射中了门框 虽然这样的场面 在赛前呢 没有多少人能够想到啊 但从比赛进程而言 本场比赛 墨西哥队 确实配得上 这场胜利 世界杯小赌赛呢 总共就三场比赛 一旦输了第一场比赛之后呢 调整的余力就相当的小 德国呢 已经没有任何犯错的机会了啊 从历史数据看呢 在第一场比赛输球的球队当中 最终出现的概率仅为7% 甚至未免冠军也不例外 比如说这个2002年的法国啊 他们在第一场比赛当中 0比1赋予了塞内加尔啊 最终小组一球为绩 羞辱出去啊 2014年的西班牙 他们在第一场比赛当中 就以1比5惨败为了荷兰啊 最终也是小组没有出现 虽然说德国队在世界杯上 稳定性是出了名的 但接下来的比赛无疑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德国是给自己挖一个大坑啊 接下来球队的每一场比赛 几乎都成了生死战啊 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可言啊 此时此景的德国队 让我想起了无数次 中国队在预选赛时的场景啊 几乎都是这般的境地 每一次都是啊 大家可以跟我一块回忆一下是吧 每次主持人一边擦着汗 哎呀 一边寒情漫漫的说 留给中国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中国队还有十分钟 还有五分钟 还有三分钟 感谢大家收看 最后最后最后就成了这样啊 最后呢 现在我再也不看中国足球了啊 这几天呢 央视另一名名嘴啊 白延松公开就调侃了中国足球队 让我们去听听他是怎样幽默的 我觉得涉及到这个世界杯的时候 前两天我刚看到了一个国际足联统计的一个数据 中国球迷购买本届世界杯的这个门票 超过了四万张 在所有的国家当中排行第九 要知道一共三十二个这个参赛的国家 咱们还没参赛 但是我们就排到了第九 比西班牙和这个英格兰等等参赛国家的球迷购买的这个球票数呢都多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包括赞助商都在俄罗斯世界杯上有所显现 这句话这么说吧 俄罗斯世界杯中国除了足球队没去 基本上其他都去了 最后让我们再来调侃几句中美的贸易战 美国六月十五日出拳后呢 中国商务也迅速做出了回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 等法律法规国际法基本准则啊 调调框框多得很啊 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决定 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 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 其中545项约340亿美元 自2018年7月6日起实时加征关税 对其余商品加征关税的实时时间 另行公布有关事项如下 太多了列了很多啊 就是从7月6号开始呢 大致啊 对征收的这545种关税 包括什么呢 就是各种肉制品 各种食品 什么大豆啊 美国大樱桃啊 什么特拉斯汽车啊 还有如美国产的什么宝马刹五啊 祭普啊 党啊 另行通知的114项产品名单 可能会含有煤炭原油天然气党啊 这些我估计它是等美国出招以后 自己再接着出啊 这个乍一看来呢 总觉得我们的祖国真强大 我太牛了 太牛差了啊 你拉多少清单制裁我 那我就拉多少清单制裁你 贸易对等嘛 谁怕谁呀 但是细心的朋友就发现了 这里边有问题啊 这是中国人在骗中国人吧 哎呦 这清单一出来以后啊 对美国545种产品加征关税啊 可是这545项产品中光是什么牛肉 鸡肉猪肉和海鲜就占了近300项 等看完以后 明白了啊 原来中国人呢会刨丁解牛 什么鲜牛肉 动牛肉 带骨牛肉 不带骨牛肉 什么枕头牛肉 半头牛肉 带头牛肉 不带头牛肉 什么去皮牛肉 不去皮牛肉 牛心牛肝牛肺牛百叶 牛肚牛体牛板筋 牛头牛脸牛脆骨 哎呀那个娘 你们整19大报告 整了三个半小时就算了哈 你们给美国打个贸易战 列个清单 哎呦 也像做报告一样 有这么复杂吗 哎呀 我兔哥小学都没毕业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就搞定 这句话就这么说 禁止从美国进口一切牛肉 及牛肉相关制品 不就完了吧 哎呦 我那个娘 他们现在整个整的和爆菜 菜名一样 有意思吗 你们无非就是想凑这些制裁项目 也凑五百来项嘛 写的玄乎的 哎呦家伙 跟要从这些菜市场进货一样 真那么丢人呢 哎 这个其实我认为就是相成段子 啊 网上都有 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看看 看看他的清单里边列的这些项 是不是跟兔哥说的一样啊 嗯 最后呢 我来回答网友几个问题啊 这里呢 也感谢很多网友 对兔哥的热心支持和关注 兔哥呢 前一段时间也确实是因为家里有急事 回国了一段时间啊 回来以后呢 装修房子啊 很是疲惫啊 抽出时间来 我就赶紧在自己的节目上说几句啊 其中呢 有个网友叫静水深流的朋友啊 哎呀 他特别的热心啊 我真的我特别感谢他 特别感谢啊 一直建议我把名字改为秀哥啊 我呢 一直也没说什么 为什么一直没有同意啊 一直呢 我也不好意思公开说 今天我就公开的说 其实呢 秀哥这个名字 我说起实话 真好听 真好听 但是呢 人要有自知之明啊 就说我个人的口条 我的长相啊 我感觉啊 中国的常用汉字就三五千个啊 常用的宝义词也就那么 三五十个 甚至没多少吧 我就想啊 把我们这个民族最好的词 留给那些 带领我们民族走向 民主的英雄 秀这个词呢 我感觉啊 就我这个长相 和我个人的条件 真的不配 现在不配 将来也不配 我想呢 一定有人会担当起这个名字 好的 亲爱的朋友们 感谢大家收看 本期的中国脱口秀 我们下期节目才会